好的,欢迎再次回来电子学 那我们继续要讲第三章的 Separation of Variable 第三节的部分 OK,我们Separation of Variable 之所以能够成功 其实有很大的关键 它的关键就在于说 有两大的条件 一个叫做Completeness 一个叫Orthoconality 这两个很大的条件 是使得Separation of Variable 可以成功 那么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这两个条件指的是什么 这是说明而不是证明 所以我们并没有要证明这个事情 只是把它写下来 让大家知道 这个是这么回事 好,镜头关掉 The success of this mass hinges Hinges on two extraordinary properties 这个Hinges 这个就好像是它的关键 销链,关键 就在two extraordinary 一个两个不平凡的特性 这个一个是Completeness 这个是Orthoconality 什么叫Completeness If any other function F of y can be expanded as a linear combination of a complete function set Fn of y 如果有任何一个函数 Fn 任何一个函数 F of y 都可以把它展开 那任何一个 any other function 当然是乖巧的 Can be expressed as a linear combination of a complete function set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 complete Second The orthoconality If the integral of the product of any two different members of the set is zero 如果任何 两个方形set 任何两个 任何两个 different members of the set 一个是un 一个是un 两个不一样 那么他们结果 就会是零 This allows us to kill off alterns but one 这个使得我们 可以简化 这个从一大堆 Infinite series 里面 取出我们有兴趣的 那一个 找出我们有兴趣的 那一个 那一个 OK 所以这个是 找出我们有兴趣的 那一个 再看下一页 我们再把题目再回来看 刚刚讲的是 在前一小节里面 我们讲的是一个 parallel plate 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 metal pipe OK Once again 这个题目是 v等于零 v等于零 在这个金属管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题目 an infinite belong 无线长 在S方向无线长 Rectangular metal pipe 这个举行的金属管 size A 一个是A 另外一个是B A and B 在 这个是A 这个是B but one end 一端 one end at x equals zero is maintained at a specified potential OK 那这一次就 depends on 两个variable 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 as shown in the figure find the potential inside the pipe OK 这个题目其实 有可能会用到 你在这个题目之下 potential inside the pipe 好的 所以题目 请大家再仔细 读一读 会很有帮助的 那把题目写下来 把边限条件定下来 你就成功了一大半 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有能力 把我们要解的 equation 把我们要解的 边限条件写下来 我也会给你 相当的分数 不会到全对 但是至少 不会是零分 你可以把题目 清楚的定义下来 就代表你对里面 有些了解 OK this is a generating 3 dimensional problem 所以我们要解的是 laplus equation in 3 dimensional tree dimensions the potential inside is subject to the boundary condition 那四个等于零 在y等于零等于零 y等于a等于零 y等于z等于零 z等于b等于零 那这个请看图 再来是在无限远的地方等于零 还有在这个x等于零的地方 我们给他一个数值 OK 所以把这个题目列下来 你最好是搭配 搭配这个图 OK 列下来咯 六个编译条件 所以这一次有六个 不是只有前一个 前一个题目只有四个 这一次有六个 separation of variables the first step is to look for solutions in the form of the products one more time syg 然后substituting into laplus equation OK 各自独立 那你怎么知道 我们要怎么分呢 他既然各自独立 各自都是常数 你怎么知道 OK 有些事情是习惯 因为这个是x方向 是无限长 所以我们把x方向 视为是两个合在一起 y跟z合在一起 那为什么y跟z 是负的 因为负的对应到的是 cosine and sine 它的边边等于0 那负的对应到是cosine and sine 那正的对应到的是 exponential growing and exponential decay 所以这是我们的经验 告诉我们可以这样子 那您可不可以随便设 也可以 那最后答案 答案必须一样 OK 所以我们等于是用 我们先前的经验去判断 这个地方 该怎么设 OK 只要是边界都是等于0的 通常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算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 常见的 所以Y方向等于负k square Z方向等于负l square 那S方向等于k square加l square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等于0 OK OK 所以是这样子 那我知道l square 跟k square最后 这个会被 边界条件给 quantize 量子化 因为老实说 电磁学跟量子 物理 量子力学 有很多层次上 是很接近的 在 因为量子力学里面 讨论的是物质波 matter wave wave在很多特性上 都很小 所以我们甚至 后面的研究 我们自己的研究 我们会把em wave 跟matter wave 做类比 发现他们在很多特性上 都很像 很多特性上 都很像 但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OK 再来 a simple solution 来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再回来这个题目 x方向是这个样子 所以写下来是两个 y方向 选下来也是两个 z方向也是两个 那有几个coefficient 123456 六个coefficient 那我们接下来就用边界条件 用第一个边界条件 在y等于零的地方等于零 所以很明显的 d等于零 消掉 用第三个边界条件 z等于零的地方 z等于零的地方等于零 所以once again f也消掉了 然后用这个 y等于a的地方 y等于a的地方 告诉我们这个式子 k就已经被决定了 每个值就是这样子 那z等于b的地方 z等于b的地方 也告诉我们 就是sine的lb sine的ka sine的ka sine的lb ok决定了 所以l也决定了 k也决定了 l决定 k决定 所以这两个式子都决定了 那还有什么还没有决定 我们用了几个边界条件 一二三四 四个前面四个都用掉了 那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是一个 一个pi one end is crossed the other end is to infinity 所以因为到 x等于无限大 therefore the coefficient a也消掉了 因为它会爆掉 如果x不等于 如果a不等于零的话 这个地方是会爆掉的 ok 所以我们还只剩下最后一个边界条件 最后最后一个边界条件 这个边界条件 那我们现在 准备要用它了 那这个一个complete solution in Fourier series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solution是这样子 有bce还活着 其他都消掉了 这样sine sine bce还活着 然后n跟m are unspecified integers 他们是从哪里开始的 从1开始 starting from 1,2,3 1,2,3 ok 为什么不是从0 因为等于0的话就没细上了 等于0就是 everything equals 0 ok 有没有可能等于0 有 有 如果c等于0 e等于0 d跟f不等于0 那就有可能等于0的情况 ok 所以 不见得 都是从0开始 都从1开始 有些时候会是从0开始 那这个case by case 要非常的小心 a complete solution in Fourier series 所以我们现在写下来的式子是这个样子 好 completeness告诉我们这个式子 我现在在 在x等于0的地方 在x等于0的地方 这个地方已经给定了 x等于0 这个地方就很漂亮 只剩下这一个跟这一个 诶 这两个fuller series 诶 那我两个fuller series 我可不可以把边界条件 把这个系数 就给决定下来 这个三个 其实对应到的是一个系数 叫CNN ok 把它整合在一起 absorbing BCE 进入 因为BCE depends on N跟M 所以我就用一个 coefficient CNN OK CNN CNN up to U OK OK So 用 the boundary condition 5 第五个 boundary condition and orthogonality 现在只是completeness 把这个complete 四字写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用orthogonality 乘以N' 乘以M' 我们就可以把 N N equals N' N equals M' 那个系数把它决定下来 所以 这个四字写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给定的边界条件是什么 好的 所以给定的边界条件 其实是可以是这样子 CN 这个很长 Y 这个对Z 那这个对 Y 这个对Z 有积分 所以 这个地方会告诉我们 2 over A 2 A over 2 那这个是B over 2 OK 然后这两个只有 可以把它给取出来 就好像是我们现在有一大堆人 然后我们拿一模一样的人 去跟他接 只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才会被我们挑出来 就比对 可是我们教室里面现在有一百人 那我现在拿 例如我们说某一个同学 一模一样的 长得一模一样的 然后就跟他比对 第一个比对 啊身高不对 所以你不对 啊体重不对 所以你不对 啊样子不对 所以你不对 只有长得一模一样的 那个会被我们挑出来 OK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呃 我们利用这种方式 把它取出 找出那个 找出那个 coefficient 好的 if the end of the tube 所以我们事实上写下来 就是这个式子 那还没有完 老实说 depends on 你要给我什么挑战 你要给我们什么挑战 所以可能会超级难哦 但是 我们来简单的解一个问题 如果只是一个 constant potential 我就接某个词就好 接某个值的结果 那就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OK 接某个值的结果 这边 4AB 呃 最后这个V0 就会跑到这里来 V0 就会在这里 V0 V0 OK CNN 这个没问题 然后这里 这个是经过这个的积分 然后这个的积分到这里来 OK A B 消掉 最后是 16V0 除以NN Pi Squared If N and M are R If N and OM are even 这两个都是奇数的时候 那就有值 这两个都是偶数的时候 也有值 都是偶数的时候等于0 OK 所以只有都是奇数才会有值 只要是任何一个 All 这是All 任何一个偶数 那就等于0 所以这个结果会非常的单纯 所以VXYZ 在这里面的区间是这个样子 16V0 over PiSquared OK Submission 是两个submission Su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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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qual E2 E3 5 R N equals E3 5 OK 所以都是 都是这样子 N PiY over A NPiZ over B 那是Exponential Decay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把它简化 我们给它一个简化板 一个Constant 才会这么简单 如果你给它复杂的 那还不是那么的单纯 它有很多东西可以了解 所以这个题目 depends on 你的Specified boundary conditions 那如果我另外一端也给它封起来 如果我现在把另外一端也封起来 左边给它一个Constant V0 右边给它一个Constant FuV0 OK 那怎么算 一样Separation 一样用边缘条件 OK 好的 那我们 这一部分 3-3 Separational Variable 的部分 我们还有两个小节 还要给大家更多的Information 所以 那但是你一步一步来 你需要这边有任何问题 先停下来 重新复习一下 影片可以多试看 没有问题 这样会吸收的比较多一点 好的 下课 全部 head 你 是 这样